一家族總共有七個人都是糖尿病 所以你減重前七十公斤 減重之後六十七公斤 最新的近況 哇 自私你 聽說你的鮪魚肚消失 而且你練出胸肌了 真的嗎 對 我以前肚子大概是這麼大 那我以前我記得 我是要腰圍是要三十四的寸的皮帶 後來練練練到二十九寸 二十九點五 而且體重其實變化不大 那變化比較大的是 我的體脂肪從二十五左右降到十八 甚至有一陣子到十七 那體脂肪我覺得比體重更重要 因為肥肉也有重量 假設我今天肚子還在 然後我其他地方瘦下來 那個重量雖然降下來 但是肥肉還在 所以我覺得體重要看 但是更重要的是腰圍 我以前的身材是正金字塔 後來把它練成道金字塔 那這個時候很奇妙的事情 我的糖化血液從六點四 變成五 然後我的飯後血糖 我那時候大概是一百六 一百四 我現在是大概一百零幾 老師您仰賴兩個秘訣 第一個淨碳三十 第二個平敦兩世 這一桌您來說明怎麼回事 好 什麼叫淨碳三十呢 我們要搞清楚 糖尿病其實簡單來說 是一種澱粉不耐症 就是我們的葡萄糖 進不了細胞 那應該小學生都知道說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應該就是那葡萄糖少一點嘛 所以最起碼呢 我們要把我們的每一天吃的 這個碳水化物減少 減到什麼地步呢 我就提出來叫做淨碳三十的一個概念 就是你每天吃下去的淨碳水化物 要少於三十克 是 那我們在美國辦過很多的這些 這個糖尿病的保證班 我們幾乎成功率是百分之一百 他這個是一餐的份量嗎 一餐下來 你每天吃這樣兩三餐 剩下你吃得很飽 但是你吃下來的淨碳 沒有超過三十 那這樣的話 任何糖尿病的病人 我們都可以在三天左右 讓他血糖慢慢的 維持淨碳三十 就是維持三十克的意思 對 其實這個不容易啊 為什麼 所有的主食都要先避掉 而且水果也要先避開來 那想吃飯怎麼辦呢 其實有一些替代的方法 例如說有現在有 市面上有蒟蒻米啊 這個蒟蒻米 有這個什麼高麗菜 做成類似那個米 高麗菜做的米飯 這個白飯跟吐司 盡量避免的意思 你知道這個有多可怕嗎 一碗飯有六十克的總碳 它也差不多是六十克的淨碳 你吃下一碗飯 大概把兩天的擴大用完了 好 那這個 這個大概這一片吐司 大概有二十四點五克的淨碳 大概吃一片 把整天的份量都用完了 好 這個是淨碳三十 另外老師做的是平蹲嗎 對 是平蹲嗎 您來示範 怎麼做呢 因為我們身體大部分的肌肉 是在是在下半身 七十percent在下半身 所以呢 最有效的 我說CP值最高的就是我們大腿 還有小腿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做這個動作 就是雙腳一天同寬 蹲下來 哇 就這樣子 一天可以做一百下 你這樣做的時候呢 你這個大腿當然有用力 對 你的血糖 就它速度很快 而且最好是在飯後三十分鐘的時候做 這個很多的研究報告 你在飯後做這個的話 你血糖馬上降下來 平蹲 對 來個蝴蝶飛吧 這個是一個我爸叫蝴蝶飛 為什麼呢 其實一般來說很難 我剛開始做的時候 我兩公斤拿不起來 現在我一邊可以拿十公斤 這樣加起來大概是 大概是二十公斤 OK 靠著淨毯三十根蝴蝶飛 對 那這樣的話 對上半輩的那個 那個雞肉 鍛鍊是很強的 老師您這個做得到嗎 我睡著了 跳過 我是光文英 請到聚焦2.0YouTube頻道 進行訂閱 同時到聚焦2.0FB點贊